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属灵的律法 宇宙的原则 其实神已经放在我们两个心里头了 这就是神的荣耀放在我们两个心里头 那神的荣耀创造这个世界的话 我们是跟神其实连接在一起的 完全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心里头完全知道神的荣耀是什么 这个image就是exactly the same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所以属灵的律法 宇宙的原则跟良心都在我们里头了 基本上就在我们的良心里头 所以这个是推动我们的力量 也是推动孩子的力量 也是我们能够新连新的力量 新连新的力量 脑子要连脑子不容易 因为他看事情的角度 跟你看事情的角度都不一样 他的人生经历跟你的人生经历都不一样 我上个礼拜我去带Owana 带了新的一代 因为我有四五年没有去带了 新的一代跟四五年以前的小孩子又不一样 我觉得真的不可思议 就是他们在这个电脑跟这个手机教导下头 又懂了很多了 而且这个性格都变了 都不一样了 我觉得哇很神奇 因为四五年以前小孩子我就觉得比较乖 OK 然后比较不敢讲话 那这一次的话随便问问题 哇 反正这八十都举手要打 我觉得是很神奇 然后每年都在变 可是我们父母亲变得没有像他们变得那么快 所以你脑子跟脑子的这个连结不太容易 但是心跟心的连结很容易 所以你要把心变成脑子的智慧去跟他讲 然后跟他讲了又连到他的心 他就懂了 所以在公司里头的leadership也是这样 中文也说带兵带心嘛 不是讲道理 就是带心 你用爱 用这个integrity 用种种的这个神的荣耀去感化 感化他他就懂了 所以这个积极主动的一个原则 所谓的原则就是 属灵的律法 宇宙的原则 那神把这个宇宙做得这么有秩序 是因为有律法在里头的 有律法在里头 属灵的律法就在我们两性里头 所以人 一个人不可能违背两性活的快乐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律法 就像你不走到轨道上的 一定翻车 那神给我们里头放了很多 这个属灵的律法 所以一定要跟从 那你可以知道这个世界的乱 就是没有follow law 世界的乱就是违背了属灵的律法 家庭这个争执就是因为父母亲 没有follow这个 这个law of spirit 然后这个什么 depression and anxiety 基本上就是跟神的关系破碎了 才会有这种情形 可是另外一个你follow属灵的律法 就很多这个 harmony 很多peace 很多joy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说基本上 这个任何一件事情 有一个input 有一个output 全世界东西 不管你是读software的 你是读工程的 或者你带小孩 或者你过你的人生生活 都是一个input 一个output input就叫stimulus 那output就叫response 那中间呢 什么样的response 我们有responsibility 就是我们有able to choose the response 这个叫responsibility 所以我们有freedom to choose 那我们choose的过程很有趣 他说神给了我们四个 natural endowment 就是天赐的能力 OK 这个是natural endowment 第一个是self awareness 我自我的这个意识 我知道我是存在的 所以我可以想象说我在哪里 我在想什么 其实我里头有另外一个我 所以我知道我是存在的 这叫自我的意识 self awareness 另外是imagination 你可以想象的 你可以想什么事情发生 你想象可以你自己可以 像我们坐在这里 我可以想象我一个人在那个角落上头 我可以看大家 OK 这是一个想象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我假如做了这个事情 什么事情会发生 所以我可以imagination OK 那我有一个conscience 我刚才就讲了 我们有良心 我有一个属灵的律法 然后我有一个independent will 神给了我们一个独立思考 决定的意志 没有人能够强迫我们做什么事情 只有我们自己 能够选择我们要被强迫 还是不被强迫 很多次我们被强迫做的事情 我们还说是人家强迫我们做的事情 其实是我们自己 愿意被强迫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叫 他讲说叫act and be acted on 我们自己take action叫act be acted on是人家叫我们take action 叫做be acted on 所以你一个stimulus 一个response 然后加上中间四个natural endowment 这就是主动积极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所以我们以良心做标准 然后我们用良心回答 决定要怎么反应 然后我们这个imagination 就想说我假如这样做的话 会得到什么结果 另一样做会得到什么结果 然后我就决定我要这样做 所以这是一个主动积极的这个过程 就是主动积极的过程 所以人家假如说有一个人来骂我 说来讲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愚蠢 这种事情都做不好 我们马上就可以说 我的本能就是flush design的本能 我就马上就跟他说你懂什么 你自己还不做错那么多 对不对 然后马上就变成这个 哎呀你也笨我也笨 你也傻我也傻 搞到后来两个人就狗咬狗一嘴 对不对 就是让大家狗打架 可是我一想说 神跟我讲怎样做 我的良心跟我说 我不要去跟人家争战 对不对 我要make peace 然后我要很honest跟他讲 我心里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我决定要这样做 然后我可以imagine 我假如这样做的话 结果会是什么 然后我决定这样做 后来结果就很好 对不对 任何一个困难 一个冲突 你只要定下心来 把这个问题思考一遍 不要急的话 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人的自我意识 想象力 良心 跟自由意志 使我们有无限的能力 机会 所以自我的意识 想象力 我的良心跟自由的意志 使我们有无限的能力 机会 但如果我们只能依靠着直觉 就instinct 跟本能来反应的话 或者flush design来反应的话 加上我们的罪性 对不对 这就是 我们变成被完全取决于 环境对我的压力 那我们能力就能够 跟一切动物一样 那动物的反应就是这样 来打我 马上就打 不用多谈的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这个level drop到这个跟动物的level一样 就跟动物的level一样 所以动物都是reactive的 动物都是reactive的 人是可以有proactive 所以我们不能像动物一样 所以他这样做的话 你的能力机会就非常有限 所以主动积极啊 是神唯一给人的天然的能力 别的没有的 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也就是说 主耶华以色列的圣德 神如此说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心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所以我们有一个冲动的时候 就是完全把神放在一边了 把圣灵放在一边了 把圣经的教导放在一边 把良心的指责放在一边 先跟他拼了再讲 所以这个社会有很多的凶杀案 有很多的violence 有很多小孩被虐待 有很多的老人被虐待 有很多的这个工作上的不平和 夫妻的吵架 父母指引的关系不好 就是不归回安息 不平静安稳 可是神怎么说 我跟你这样讲了 你还是不可能 你静止不可能 你怎么还是不可能 奇怪 那神到底 让我们活在这世上的主意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哥罗西书 一章写得很清楚 也是非常好 他说 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物性上 只有圣灵能够告诉我 只有圣灵能够告诉我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上 渐渐地都知道神 照他荣耀的权能 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 好 叫你们凡事 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 又感谢父神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 在光明中同德基业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 所以这个被动跟这些 flushed desire的反应 都是一个黑暗的权势 黑暗的权势让我们做到这个 让我们受到撒旦的攻击 被篡造 其实我们应当这个 你把这段经文从 后头往前读的话 你就会读得很有趣了 我们众圣徒要在光明中同德基 在神的恩典中 在主耶稣的道中 主耶稣是光 在主耶稣的爱里 我们要得到神要给我们的一切 那我们怎么得到 就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 对不对 我们做什么事就不急 高高兴兴地忍耐宽容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 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呢 就是神荣耀的全能 神有glorious power 对不对 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立上加力 每次做事的时候 都有力量 OK 你去跟人家抗争是没有力量 我能够说以善对恶 对不对 这是圣经的教导 以善对恶 我们能够把神的力量 把恶事的力降掉 OK 解决掉 这个是以善对恶 各样的立上加力 荣耀的全能立上加力 那怎么样能够 从神那边得到荣耀的全能 在善事上的结果是 渐渐地都知道神 那善事就是好事 合乎良心的事 那主耶稣的教导都是善事 你要make peace 对不对 这是善事 Peacemaker 你要mourn 你要帮助别人 你要be the righteous 都是善事 对不对 你要帮助别人 然后替你的敌人祷告 为逼逢你的人祷告 对不对 这都是善事 善事上结果是 这个是蒙神许悦的 那怎么蒙神许悦 反而行事为人 对着其主 所以你往回推的话 你就知道说 其实中间的这个良心的标准 主耶稣的教导 行事为人 对着其主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行事为人对着其主以后 下面什么事情都跟着顺 都跟着顺 那这个就是积极主动 这个积极主动 那这个就是所谓 积极主动的原则 我们讲以后 有这个原则的话 我们不急 我们就跟神祷告 然后求圣经的 求这个圣经的教导 在我们里面变成力量 然后神的力量 是一个spiritual power 是一个spiritual power 像我平常 喜欢跟人家吵架的话 我现在都不吵 然后我看人家在那边 发p就还蛮高兴 我等你发完了 我再告诉你 怎么回事好了 那这个后来 大家都很开心 这个叫win-win 我们以后会再讲 下面一个习惯 叫win-win OK 那怎么做呢 我觉得父母亲 面对压力挑战 相当激动的时候 应当采取 主动积极的态度 这个什么叫 主动积极的态度呢 第一个就是 归回安息 平静安稳 祷告 思考主耶稣的教导 与圣经的话语 求神光照 圣灵的指引 圣灵会一直告诉你 该做什么事 该做什么事 可是我们常常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归回安息 平静安稳 我们基本上听不到神的声音 听不到圣灵的声音 这是非常可惜的 因为圣灵是我们的tutor 是我们的老师 祂要告诉我们 然后下次就想说 什么行为反应是合乎良心的 这就是主动积极的principle 原则在哪里 我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的 如果我选择形式文对得起主的方法 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imagination 有什么反应结果 有什么反应结果 那我有没有行善事结善果 我这样做出来 是不是一个good things 那有没有结到good fruit 对不对 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对不对 我们并不是说坏树是柠檬树 坏树是坏的橘子树 好树是好的橘子树 结出好的橘子 坏树是坏的橘子树 结出不好的橘子 所以我们有没有结出好结果 假如说我们能够跟孩子 心平气和的交通 我会把神的道理交给他 把良心的这个原则交给他 那之后我行善事 那他听了以后 这个结果很好 这就是善果 我们两个人都有peace的话 making peace这是善事 结果是善果 然后我跟他讲说 你这样做 你那样做 他愿意听 都合乎圣经的教导 这就是善事善果 圣经没有教导的事就比较麻烦 像这个 中国人文化里头会教很多事情 有时候不见得合乎圣经的教导 有些合乎圣经的教导 不合乎圣经的教导 你就不见得会得到孩子们的这个 support 因为我刚才讲过 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背景 他成长的这个背景是完全不一样 你不可能把你的这个几十年旧的这个东方文化 跟这个西方的这个教导来合在一起 很难的了 唯一共同的就是语言 神的语言跟我们的两性 然后我决定采取合乎神的旨意 这是我的decision 平和的方法解决问题 然后在这过程中 你就会经历神的大人 然后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因为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信心跟盼望 只有神可以给你这么大的信心跟盼望 可以给你这个能力去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所以你做久了以后 你会就发现整天很快乐 整天笑嘻嘻的 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因为神跟你永远在一起 那你在看对立的情况有没有进步 孩子的反应有没有改善 这个是积极主动的approach 这个积极主动的approach 那你有时间的时候呢 也要跟这个孩子面对压力抵战 相当激动或沮丧的时候 父母要指导孩子 你要指导孩子 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 你跟着孩子一起在那边 高低起伏那就麻烦了 你跟孩子一起在那边 沮丧激动那就麻烦了 所以一个要再高一个要再低的 一个在属灵的成熟度要比他高 你才能教他 你属灵的成熟度不比他高 你怎么教他 你跟他一起吵那还得了 就是非常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小女儿三岁的时候去幼稚园嘛 PREK 然后她回来过我哭说不要去幼稚园 我说为什么 上学老师骂我 这时候你的反应 老师为什么骂我孩子呢 你就不行了 我就第二天早上带他去 跟那个老师说 他不高兴因为说你昨天骂他了 那个老师赶快就把他过来抱一抱 揉一揉 拍一拍他就很高兴 后来就没事 OK 这个就是你不要激动 不要凭着这个 本能去反映这种事情 你要从一个大局去看 每个人都是好人 每个人都是好人 每个人都有个良心 所以你不能否定人家说 一定是坏人 可是你要给每一个人 有个机会去成长 这个是大局 这是主动积极 对不对 这是主动积极 所以世界会变得好 你看一个任何世界 一个比较好的世界 好的社会 基本上都是大家主动 去帮助别人成长 愿意像美国有一个习惯 去倒比那些 别人的小孩 对不对 他这个破碎的家庭 被撒旦攻击的家庭 小孩没人带的 就一大堆这些人去收养他们 很大的麻烦的 收养孩子是很大的挑战 很大的痛苦的 我碰过好几个 可是他们就愿意付出 愿意摆上 那这绝对不是 人本身可以做的事情 对不对 这是一个主动积极的事情 这就只有神的爱 才能做到这种事情 对不对 所以面对孩子有这个时候 你就安定 思考 祷告 就像今天这个 我们林牧师讲的 对不对 做见证 就是他孩子在那边 激动情绪的时候 你就是要用 神的爱 神的稳定 peace跟joy 这个firmness 去爱他 去关怀他 不要凭直接与肉体 做出激烈的反应 尤其不要用世界的价值观 然后问他说 什么反应与行为 是合乎两心的 你这样做 你觉得好吗 你觉得人家那个是个坏 但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 对不对 所以你要一个很客观的态度 帮他去分析 所以你这样做的话 会帮他建立一个 从小就一个 主动积极的习惯 那个对他一生 就得意很疯了 然后如果我选择 行事委员对得起主的方法 主耶稣怎么教我做 有什么反应与结果 尤其你小孩都是进这个 都是在教会长大的话 他们都读了很多圣经 背了很多圣经 至少很多基本的都教到 对不对 那我问有没有行善之截善 我决定采取合乎神的旨意 平和的方法解决问题 那我能不能欢欢喜喜的 忍耐宽容 那问题有没有解决或改善 那这只是一个practice的circle 我觉得说最重要的还是 共听不及 不要被这个 flush desire去control 然后不要被这个 simple nature去control 然后主动积极的 把孩子带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走 像李牧师刚讲完了 有这样的一个父亲的话 我们如果做妻子的 应该怎么去做呢 然后怎么去面对 怎么去解决 那是不是都是我们母亲 来做主动积极 然后就怎么去赶上呢 那我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又每次都会要提醒我们那三个R 应该都背起来了 就是relationship 有好的关系 role model 以身作者 然后responsibility 我们自己负起责任 也帮助我们的孩子 家人一起来负责任 所以我觉得 很重要的是 回到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 能够健康 跟自己的关系 也健康呢 我们就可以学会 求神给我们智慧 怎么能够 自己去主动积极 管理好我们的情绪 然后怎么能够 借着很有智慧的沟通 去建立这个关系 友好的榜样 给孩子们 给配偶 有这样一个鼓励说 可以这样做 然后当他们有一丝毫的 主动积极的时候 怎么去肯定他们 怎么去赞想 帮助他们 让我们一起 从积极主动当中 看到说 哇 因为我们积极主动 有这样的好处啊 就能够一起去享受 所解出来的果子 像有一个 例子 我常用我先生 来做例子 因为我觉得 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 那他可能话 没有像我那么多 然后行动上 可能没有我 那么这样快 可是呢 每个人不一样 我们就学会 怎么彼此的心想 彼此的学习 然后就给两个例子 一个呢 我以前也提到 就是说他在 去香港两个月 然后就 很主动积极的想到 我需要什么 各方面的 吃的用的 电脑的 他就多买一个 怕有问题 结果他真的是 很主动积极的 就避免了 我没有电脑用的 这个问题啊 那昨天 我们就做了一个 很好 很好吃的一个汤 我们就在讨论说 要不要给孩子啊 然后也有啊 家人也来了 要不要给呢 然后我们就 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 可能有最起码半个小时 这个很简单的决定 可是呢 我就从我先生学到 怎么主动积极 我们怎么去换位思考 因为他们有亲戚在 然后也去把这个送去呢 他们会怎么感受 他就很有换位思考 主动积极的 从别人的角度 如果这样做 会不会给他们 怎么样的压力 结果我们讲了很久 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啊 然后在当中学会说 不只是行动上 要主动积极 在思考上 在建立关系上 从别人的角度 主动积极的去想 然后我们这样一个经历里面 就觉得说 主动积极是很重要 那我希望我们在家里面 也能够在 柴米油盐 大事小事当中 一起来经历 主动积极 有的后果 有成功的 有失败的 然后来也彼此鼓励 好的 我就分享到这里 那我就 我觉得我们 不同的角度 给我们的任务是 所以我就在想 我从一个 做教导的 这个职份的 这个角度来思考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父母亲 现在包括我们教室里的 还有这些网上在听课的弟兄姐妹们 都是各种 非常积极主动的父母 不断的学习 什么课都在听 很多的会议都 大家都能够碰面 学很多的课程 可是你会有时候会发现 学的越多呢 当我们具备了很多的知识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积极主动 有时候 可能挑战我们的是一个 我们能够放下 我们这个成年人的思维 我们主动的放下 我们的思考和成熟 去体会这些年轻人 这些青少年 这些孩子的心态 他们的经历 他们的情绪 这也是积极主动的一个层面 因为有时候 我们总是觉得 积极主动是一直往前冲 要走在前面 可是你知道 有时候当我们教养孩子 从父母的角度也好 当你做老师教导的时候 你一定有一个体验 是你要放低 跟你的学生对齐 跟你的孩子对齐 你的教导 才能够真正的传递 这个时候 你的放低是一个主动的 你可以永远高高在上的 做一个父母亲 你什么都懂 什么都知道 可是积极主动 其实有一个层面 是你主动的放低 跟对方 用一个平行的角度去对话 这是积极主动很重要的 也是不容易 我们去理解的一个部分 只有做父母的时候 你可能在这方面 体会的更多 所以我在想 就是说 我提醒我们这些 常常听课 常常学习的这些 父母亲 学习就是跟孩子 在对话也好 他们在思想 因为今天蒋明老师 其实前面讲到了 很多关于世界观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世界观 跟我们的世界观 是不一样的 那刚才前面有讲到 这些 自己的这些的意识也好 自己的良知也好 自己怎么看待自己 这些其实 不是一个外显的东西 但是却深刻的影响了 这个年轻人的思考 包括他们对信仰 对他们的学业 对他们未来的思考 这是一个世界观的构建 所以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 一个积极主动的父母亲 不仅仅是给孩子 好像刚才李牧师说 吃的胃饱了 学业好了 将来考大学了 那给他们一个环境 更重要的是 帮助孩子构建他们 应该有的 从圣经的角度 构建的一个世界观 这是我们可能 比较在教育当中 很少很少踏迟到的地方 那我们跟孩子 在交流一些什么 你每一次 从这个吃饭 睡觉 这是日常饮食 包括他们的游戏 可不可以进到 他们的世界观里面去 那我今天呢 也是早上来的时候呢 跟我女儿 就有一个很好的交流 这20分钟在路上 她就谈到这个 Macraft这个游戏 那我其实最近一直在研究 为什么Macraft做这么好 我也在研究 那我就看到 其实他们是 很好提供的一个平台 然后让大家在这个里面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然后让大家在里面 都找到价值 那我就跟我女儿 就是她就谈这个游戏 哇 她就说这个 她未来 她要去design 她要去做这些东西 她就谈 我说你为什么 她说我要让别人知道 这个是我做的 我说 我说对 我说这就是我们的需要 其实我们做一切的事情 可能再往前面考量 赚钱也好 更深的是我们的价值 那我就说 我说其实这个游戏 最成功的就是 让所有的人 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 找到自己价值 所以她成功 非常的成功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在其中 然后我就跟她谈 我说这个真的是非常好 我说 这个就是只可惜 它是在虚拟的世界当中 我说 我说这个很多 很成功的东西 在背后都有盛情的原则 因为神创造我们 我们需要有价值感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很多人是在游戏当中 找价值感 这就是游戏的成功 其实她有圣经的 这个 她用了圣经的原则 和背景在其中 就好像神创造一个宇宙万物 把我们放在这 每个人在这世界上 找到自己的价值 所以我就说 我说这个非常的好 可惜 它是用在了虚拟的世界上 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你做一个事情 可以让所有的人参与 在这其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不管你这个事情 结果是多少个million 她跟我说 哇 这值多少钱 我说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每一个参与在里面 她找到自己价值 因为这个 你所做的事情的价值 已经就成立了 所以其实这些沟通 我想更多 我是想 我不知道她能够理解多少 可是我是在帮助她 从圣经的世界观 去思考 去看待这些东西 她不一定 马上就能够看明白 可是我们父母要知道 你要 你要蹲下来 跟她从这个 这个游戏里面去看 你怎么样去带动你的孩子 去观察 去从 真的有智慧去看这些存在 当然有钱 有人 有人气 这个名利 钱财 都在这个游戏里被展现出来 那 可是 我们基督徒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最大的价值 是让别人都能够在 在这个 你 你所做的事情当中 找到自己价值 神的荣耀被彰显 这是我们 要跟孩子 不断强调的这个世界观 这不一定是一个 非常高深 一个很哲学的一个话题 其实很生活化 就是每一次 你有没有机会 可以 我不常常有机会 不过今天早上是 是很 很成功的一次的交流 我也很感恩 我相信这是 圣灵的带领 这不是从我们里面来 刚好有个机会 我们就谈到 那么 就是说 我就想到 就是说刚才 其实这个对话的经过 好像就是说 蒋宁老师刚才讲的那些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你的目标 到底是要干什么 所以呢 我是从一个 家长也好 从一个这个 就是做父母教导的角度 来提醒我们这些父母亲 这种东西 我们下载了